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以色拉记七章一到十节 以色拉记一到六章是索罗巴伯带领第一次的回归建造圣殿 那么圣殿建造完毕 开始有各样的服饰还有献祭 各样的敬拜 在前面已经都有提到 是赵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第六章十八节 在这里已经引出来一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空有圣殿没有神的话 那么这个信仰其实它也会流于表面 因为上帝不仅要以色列人和神的百姓来敬拜他 甚至也规定了以色列的百姓要怎么敬拜他 除了外在的这些仪式之外 律法也标志了神对他百姓的心意跟期待 那我们昨天也有提到 其实神的律法 他本身的含义除了上帝的心意规定以外 他背后的前涉是 神是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 如果跟神没有这个约的话 那么以色列百姓就不会去遵守这个律法 所以遵守律法它本身所象征的意义就是这个约的确立 那么他们是被掳的百姓 已经有七十年没有在圣殿敬拜了 现在他们盖造了圣殿 建造了这个硬体 这个看得见的圣殿 现在以色列要回来建造他们的心 也象征着这个约的延续 遵行律法象征着约的延续 我们说以色列百姓 他们的身份的认同在于 他们是被上帝拯救 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百姓 那他们拯救出来他们是谁呢 过去他们是所谓的埃及的奴隶 他们用这样的身份定义自己 那出来之后他们怎么定义自己呢 就是在西乃山颁布律法 就是十戒 所以有了十戒 他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确立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是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遵守十戒 那这个是律法对以色列百姓的意义 那从第七到十节就讲到 上帝如何借着以色拉回来 建造这一群百姓 使他们回到上帝的心意 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敬拜他 这事以后 波士王亚达学习年间 有个以色拉 他是西来亚的儿子 这个西来亚应当是西底加时代的大祭司 所以这里的儿子 这原文可以是后代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 耶稣的家谱也会看到有一些他是缩减了 可能两三代他只写成一代 在当时候家谱的记载也有这样的惯例 主要是要追溯到以色拉他的身份 他是西来亚的儿子 西来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希勒加的儿子 希勒加是约西亚时代的大祭司 希勒加是沙隆的儿子 沙隆是撒都的儿子 撒都是大卫时代的祭司 撒都是亚西图的儿子 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 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 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 乌西是布基的儿子 布基是亚比苏的儿子 亚比苏是菲尼哈的儿子 菲尼哈是刚刚进迦南的时候 那一位大祭司 所以时代已经推到进迦南那个时期了 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 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所以他的重点 在于确立以色拉的身份 他是亚伦的后代 事实上以色拉不单单是一个文士 他的血统 他的身份 更显出他是一个祭司 这以色拉从巴比伦上来 他是敏捷的文士 敏捷他的意思是指说 他是迅速的熟练的 对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语是非常熟练的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 所以表示呢 以色拉曾经向亚大学习王有一个请求 这里没有记载以色拉请求了什么 但是这里说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 为什么王会允准他呢 我们说 以色拉的写作里面 他让我们不单单看到历史的进程 他也点出来 上帝在历史当中 他怎么样掌权 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以色拉总是看见上帝的工作 在历史当中 他看见上帝的心意 上帝如何调动万有 第七节 亚大学习王第七年 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 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 有上耶路撒冷的 这个是指的 这个是西元前 四百五十八年 那个时候 以色拉第二次的归回 第八节 王第七年五月 以色拉到了耶路撒冷 是在正月初一日 他从巴比伦启程 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 就到了耶路撒冷 上帝帮助他 所以这一次的归回 以色拉的归回 走了四个月就到了 第十节 以色拉定制考究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律典章 教训以色列人 这个一到十节 是在介绍以色拉这个人 以色拉他先提到 他的身份是祭司的家族 他的祖先就是亚伦 那么也提到 他向亚达薛西王有一个请求 这个王允准他 所以他带着另外的一群人 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时候 一月开始启程 一直到五月到了耶路撒冷 那这个以色拉他是什么样的人 除了他是祭司的背景 他在王的面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否则王怎么愿意答应他呢 后面会提到 王不简单答应他 还让他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带了很多的资源回去 修弃这个圣殿 第十节也提到了 以色拉他是定制考究 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 他是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 他是祭司的家族 他是在王面前有影响力的人 他是一个明白上帝话语的人 在第七章一开始先介绍了 这样一位人物的登场 上帝预备了以色拉 要来带领帮助以色列的百姓 在信仰上的建造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这段我们说是在介绍以色拉的出场 他是亚伦的后代 他是祭司的家族 提到他在王面前有影响力 也提到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他不仅考究 他并且努力的遵行 而且他还将律例典章 教训以色列人 他不仅自己遵行 他查考研究 他的心意是要帮助更多的人 也一同来遵行 那么我们就回想当时候的情况 一样的 以色拉在亚达学习王面前 肯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可能在当时候 也是有行政的官衔 因为从后面的经文看来 亚达学习王非常的信任他 在七章的二十二节 二十一节说 我亚达学习王降旨与何西的一切库观 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 这很可能就是他的官衔 以色拉无论像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数数的备办 就是因此直到一百他连德 一百他连德是多少 是三点四公顿 他完全的信任他 给他很多的资源 甚至前面还提到说 剩下的经营 十八节 你和你的弟兄看着 怎样好就怎样用 总要尊着你们神的旨意 他就说 你要怎么用 你就自己决定怎么用 按着你们神的律法即可 这个亚达学习王 对以色拉非常非常的信任 你就想象你是一个王 你怎么可以信任以色拉 信任一个人到一个地步 给他那么大的权限 跟财务的使用的 这个弹性 就是说你自己决定怎么用就好了 哇这个是很不容易 显然以色拉在王的面前 是很得信任很被重用的 有点像那时候的但以理 对不对 在王的面前受信任 也很像约瑟 在法老的面前 很被重用 很被信任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 以色拉这么样在波斯帝国里面 有大影响力的人 他愿意拔山涉水 付这么大的代价 去到耶路撒冷 再一次把圣殿修器 装饰完成 我们从第四章看到 当时候还是有敌人的 对不对 那时候也有他们的敌人 在第四章七节 亚达血西年间 比斯兰 米特利达 他别和他们的同党 他们也一样 善本 奏告波士王 亚达血西等等 使他们该造成墙的事工 就暂停 那以色拉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一定是他一开始就一直在做计划 他不会只是一时兴起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在以色拉的心里面 他从很早就开始在预备这件事情 他不会是当天才开始读圣经 他一定很早就在预备自己 等候时机 他在两方面预备自己 第一个是 他努力的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他努力的查考上帝的律法 努力的查考摩西的传递下来的这个经文 了解这些律法背后的意思 努力的遵行也预备 他将来有一天可以教导以色列人 另外一方面的预备是什么呢 他在波士的王宫里面 有见证 有影响力 他在波士的王宫里面 顺服权柄 他努力的赢得了 这个亚达学习王的信愿 他在那里预备自己 有一天上帝就使用它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这个帮助了以色列的百姓 把信仰继续传承下去 一个国家圣殿被毁 百姓被留到各地去 居然呢还可以归毁 并且归毁的时候 他们的信仰得以保存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调动万有 也预备了许多像以色拉这样的人 其实不单单他 因为在第七章第七节也讲到 还有其他的百姓 包含以色列人 祭司 立位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尼提灵 友上 耶路撒冷的 就是上帝也预备了一个团队 一群人 一起来回应这个托付 所以上帝预备了领袖 以色拉上帝也预备了 在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 我很感谢神 在我学生时代 在我高中的时候 接触信仰 认识了主 当我一信主 开始呢 就有很多的牧者 不约而同的提醒我 挑战我 他说 金龙你要好好地装备自己 将来为神所用 金龙你要好好地预备自己 所以 这些辅导牧者 在各方面努力地帮助我 帮助我 学习做时间的规划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辅导 他是学校的教授 他教导我怎么做时间规划 那时候很严格 他要我记录 每一天我时间怎么用 记录六个礼拜 他从这六个礼拜里边 他帮我分析整合 教导我怎么样规划出 最适合我的行事力 每天的行事力 怎么样设定目标 怎么样逐步的调整 也有辅导牧者 他教导我 在财务的规划使用 也有辅导牧者 他一直挑战我 言经查经 说实在话 当时候我最痛苦 最痛苦的 就是带查经 我最痛苦的 就是要解经 要查经 那时候会觉得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查考 我也不懂 然后 我更不明白 整个经文的背景 但是这些辅导牧者 不厌其烦地 挑战我 不厌其烦地 改我的作业 不厌其烦地 教导我 可以怎么样去理解神的道 感谢主 在生命的每一个过程 上帝也兴起不同的人 在预备 装备 兴起不同的环境 让我们学习各样的功课 上帝没有浪费 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感谢神在我 出出信主 就有这么多的辅导 来教导我 甚至他们 来帮助我 说 金龙 你要好好地预备自己 为神所用 各位弟兄姐妹 我也盼望 这些辅导牧者的挑战 今天也一样 这样挑战我们 不管你现在 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 在什么样的年纪 上帝一样 在装备我们 一样要预备我们 在将来 可以为他做更大的事 或者我们现在 正在一个不容易的阶段 我们也许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 上帝 在这个时候 透过环境 正在预备我们什么呢 我们可以回想 在这个环境 透过所遭遇的这些困难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将来 在教会里边 在神的国度里边 我们可以怎样为主所用 求神帮助我们 看到伊斯拉的榜样 愿意伊斯拉的生命 继续激励我们 帮助我们 预备自己来侍奉他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恭敬的到你的面前 谢谢主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你都兴起环境 你都安排许多墓长 弟兄姐妹挑战我们 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雕塑我们 修剪我们 主谢谢你 主我求你让我们 更有意思的知道 你正在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承担起更多的挑战 更多的土父 主我特别为着 在收看这些影片的 弟兄姐妹祷告 我不晓得众人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但是主我们知道 你正要透过这些困难 透过这些困窘 透过这些缺乏 锻炼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你是行作万事的神 为了使我们得益出 愿主你在这些熬炼之后 我们的信心更纯粹 我们越发的能够起来 回应你的托付和护照 像以色拉一样 预备好自己 在时间到了 就可以为你所用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